高空抛物谁负责?摄像头说了算 武汉市城管部门昨天通过小区的摄像头取证 向一名高空抛物的肇事者开出50元的罚单 监控画面显示 一人走到居民楼四层靠近栏杆位置的时候 顺手丢出了一个白色物品 幸亏没有砸到人 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 如果一个人高空抛物造成伤害 却找不到肇事者 那么整栋楼的居民都要为其担责 如今装了摄像头对那些高空抛物 却企图掩盖者是一种震慑